今天我给大家组织了一次比赛 如果你能赢得这次比赛 你将会获得这个 一辆跑车 在我说开始之前 我想说一件事 如果你符合我说的事 前往前迈一步 现在排成一排 比赛开始 在比赛开始之前 如果你符合我说的条件 前往前迈一大步 第一 如果你的父母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 婚姻良好 请往前迈一步 如果你上过大学 并且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请迈一步 如果你从来都不担心家里的开支 请往前迈一步 如果你的父母年收入过百万 请迈一步 如果你通过家里的关系 从事过某些工作 或者走过捷径的 请往前迈一步 请前面的人 回头看看 前面的人 我刚刚说的每一条 大多都不是你们凭自己努力做到的 甚至和你们的任何决定无关 很显然 靠前的人更容易取得这次比赛的胜利 那就意味着 后面的人 没有资格参加比赛吗 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的 请往前迈一步 每个月 能给家里五千块钱存款以上的 请迈一步 你通过自己的努力 供入过自己喜欢的工作单位 请迈一步 你认为 你能防得住 所有压力 承受得住 所有委呈 可以一个电话不给家里打 请往前迈步 你每个月省吃俭用 每个月都在拼命攒钱 请往前迈步 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很独立 无论在哪儿 都能照顾好自己 请迈步 现在 请看看你身边的人 这个游戏刚开始 一直在往前迈步的人 我相信后面的人 看着一定感觉很委屈 一定感觉自己已经没有机会 赢得这次比赛了 这个世界上比你惨的人有很多 不如你的人也有大忙 不只是只有你自己委屈 每一个人在这个生活和世界当中 都在拼尽全力 不只是只有你委屈 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在奋不顾身 你的坚定 忠孝美好 请证两句自己 是不是伤得很平凡 就不能活得很平凡 开刹